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最後你一個人家回到正宇這邊了 這就是星木雲在這個 2019年1月份做 我們從2020年10月 去年10月做的 這個民調一共滾了三次 7月一次2019年1月 兩岸如果爆發軍事衝突 你願意上戰場的嗎 上戰場意願如何 願意的我們看最新的一次 2020年10月的 跟不願意的比較 願意的44.9 跟上次調查加了4.4% 不願意的是41.9 跟上一次調查很明顯的下降 7.2% 多數的 不敢說多數 沒有過半了 多數收回來 所以相對多數的人 是願意為中華民國的制度而戰 為這個民主的理念而戰 好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真的爆發戰爭 河中保台你會不會放棄 我願意上戰場 這個方仁同學的意見 是我嗎 我覺得如果一旦是武力侵犯 我願意上戰場 我覺得應該要去打仗 任何人都不能用武力侵犯任何一個 所以還是一個中華民國派 一個天然台的 台灣小孩就對了 我就是台灣小孩 沒有問題 這個怎麼看到問題 這個年輕人 你剛才聽到說這個年輕人兒子 現在年輕人又離開你們 這個很複雜 說真的 一個組織一個家庭 如果沒有年輕的生命加入的話 這個組織沒有未來性 你看郭董昨天上個自由時報頭條 他還講說多生小孩 培養國家的競爭力 郭董不是亂講話 那個小孩不是那意思 是這個有生就有機會去培養 所以這個東西我聽你的意見 我覺得這要回到兩個議題來看 第一個是執政者的利益 執政者現在是當權派 他面對這樣子的 譬如說像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政黨比例 民運黨 民眾黨國民黨 大部分其實是無黨無派 現在越短越多人是屬於 我不加入任何政黨 丟丟黨 我的政治理念或是我的政治主張 其實是猶疑或搖擺 是 他可藍可綠 是發生時事而定 是我自身生活的好壞而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 執政者的利益 他會去迎合這些人 可是如果當時你是執政者 你如果迎合這些人 你怎麼面對國家的未來的方向 就像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時候 願不願意上戰場 那好 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少 可是調查顯示 年輕人上戰場的比例增加 可見是這個少子化關係上 如何面對這個年輕人 願意為國家認同而戰 他現在為他而戰的理念是說 好 我願意支持民進黨的主張 還是願意支持中華民國 然後來對抗中共這樣的一個強權 我覺得這有不同的區分 那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區分 每一項每項細分來看 如果你真的是願意中華民國而戰 不是為民進黨的主張而戰的人 我覺得又可以區分出來 不同的數據顯示 所以我覺得現在一個問題很大是說 世代的差異 隨著民進黨執政以後的分裂越來越大 我們現在國民黨的支持者大部分還是所謂年長者 然後年輕的一派對國民黨不認同或是不支持 他對於民進黨主張認同支持 現在完全沒有一個融合或是完全沒有一個聚焦焦點 民進黨當權派也不願意 也不試著去把這個焦點 這個所謂的世代的衝突去嫌少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很可怕的場面 萬一真的假設兩岸發生戰爭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所謂的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要打你去打 我在家還繼續看政論節目 我曾經看過一個論述 就是大陸那邊的一個很權威的一個軍方代表說 等到中共真的要出兵的時候 台灣人自己會先亂 台灣人自己內部就會開始分化 不用中共直接出兵 所以你認為這份民調某種程度呈現是口頭的英勇 並不是真正的勇敢 我覺得數據可以再細分說到底是支持哪一部分 這曾經的官僚也非常重要 最後時間不多 我想再約你們一次 我們再來談 把後面還沒談完題目再談一下 陳嘉榮之前寫了一個專欄 他說蔡英文已經重新定義了現狀 他說現狀不是誰說了算 現狀是台灣人投票的取向 是擔心自己既有的生活被改變 也因此說服選民自己代表是現狀的一方 通常才是選舉勝負的關鍵 那如果蔡英文800多萬票選舉當選的總統 他是現狀 那國民黨難道是反現狀嗎 這嘉鴻兄是非常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蔡其昌副院長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丟過一個觀念 他說民進黨已經接受中華民國 如果我們國民黨 阿哥我們怎樣稀有 他說我們已經接受中華民國 國民黨不調整就會落到台灣海峽 我們時間剩不多 這議題就每個人一分鐘做個快速的回答 OK 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民進黨說我們已經接受了 我們都幫你扛得好 管得好好的 再不弄到台灣海峽去了 這一次選舉的結果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民眾投票的意志展現了 說我們現在就是要維持現狀 那這個現狀是什麼 而是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在台灣 那我們反對被外國的任何的勢力 所以你認為蔡英文的800多萬票的現狀 是有正當性的 是有民意正當性的 他這個現狀來自於說 他已經退到了 他們願意講中華民國 那當然我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喊的中華民國 跟我們定義內心的中華民國是不一樣的 OK 可是不管怎麼樣 選舉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你總統也是選一個 所以你要大多數台灣人的支持 所以確實我認為他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現狀就是台灣人民認為的是什麼 那個就叫做現狀 你要取得執政這個很現實 所以才說為什麼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我們更應該要清楚的去讓大家知道 我們應該要論述的是我們是反共不反中 我們這個反共是反對這個獨裁專制 沒有自由民主的政權 這個叫共 那不反中 不反對這個中國文化跟中國大陸來做交流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去加深的這個印象 那這個也是國民黨接下來兩岸論述要調整 我認為是可以去做的一個破口 好 小心聽點意見 來 這個現狀的定義 OK 聽看看 我就不可否認啦 就是說十年之前兩岸剛開始加強交流的時候 跟十年之後 我們的國際關係 美中台現狀跟兩岸現狀其實都有很大的改變 那我必須說其實民進黨真的是很聰明 因為當年馬英九所開創的這個維持現狀的路線 蔡英文把他接手過去 那變成說其實他確實得到了主流民意的支持 維持現狀是馬總統開創 就現在某種程度透過選票的結果 變成你們是很像在改變現狀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國民黨把自己的以往的形象 能夠處理兩岸關係 能夠有經驗治國的這個形象 其實完全丟掉 就那個穩重的治國精英的形象丟掉 那變成說很多的藍營選民變成中間選民 開始慢慢移動 他不會那麼去很鞏固的去支持國民黨 所以要把這群人找回來 對 你必須要想怎麼樣把這群人找回來 因為那個800萬票 我坦白講多出來那300萬 裡面有一大堆原來都是藍營的人 沒錯 我就告訴你是真的很多 包括我自己大概有十幾個群組裡面 老老少少 各種專業領域 說真的 有很多都是潛然的朋友們 對國民黨失望 保票 你怎麼樣回到一個說服說 你可以維持現狀的中道路線 就是國民黨接下來 你要回到那個極端的路線 方圖你的意見呢 來 在民進黨執政下 他們的中華民國叫做護國神山 國民黨就是賣國草山 我發現這是我觀察這兩年 所以民進黨兩套標準 真的兩套標準 同樣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對大陸依存度是多少 他們就說國民黨賣國 他們對大陸依存度現在40幾% 43.7% 他們叫做護國神山 我倒過來挑戰你 我是學品牌管理的 同樣一件事實 為什麼不同的詮釋 以及被同樣的人 會做不同的解讀跟吸收 這是國民黨要真正了解 我們都知道 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存度 是越來越高 但是沒有人說國民民進黨去賣台 所以關鍵你要回來思考 為什麼國民黨沒有做那些事情 反而被點成賣台 你們問題出在哪裡 是不是出在葉玉蘭葉老師的言論 還是誰言論 我不知道 我不是刻意點誰 這個要清聊 那鄭宇就要聽點意見 我覺得中國國民黨的兩岸的論述 或對大陸的論述 是應該重新回到一個反思 徹底去檢討的一個第一步 是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這個台灣對大陸出口反而是增加的 這個部分民進黨其實是 面對他未來執政的方向 跟他實際上經濟走向 是一個背道而馳的方向 這如果沒有做一個融合 將來會發生問題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確實要思考 可是有沒有必要到立即要提出來 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地方 你對時間上也可以再做斟酌 好 我非常謝謝世衛 非常精彩與談 而且原料我對你們的壓迫 OK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 這個壞大哥一直壓迫你們 信約下一次再來 把沒有談的我們再談清楚了 OK 好 這個蔡世平 蔡大哥 也是過去當過馬總統的幕僚 他寫過手版 說國民黨可以反對 反對民進黨 反對東 反對西 但你不能反動 保守是一種價值 但若反動就被世代給淘汰 希望這句話 對你們世衛以及更多的蔣萬安們 世大寇們都有一些新的啟示了 最後鼓勵你們 讓我們相信的事情 長成相信的那個模樣 祝你們加油 好不好 OK 謝謝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